体会一,我是在36岁时,生下我叫二宝哈哈的,可以说36岁是我人生的分水岭,之前美丽平静的生活一下子被打乱,从此一地鸡毛一片凌乱,却也有了从未有过的清醒和努力。 如今二宝两岁三个月,我到了达子也不想说自己已经38岁,都半岁的年龄了,有了二胎的这两年多,我都经历了什么? 一,杯奶,由于我任教的学校是青椒并一所小型学校,也是我的母校哈哈,十字力量严重不足,一个萝卜对一个坑。 所以我在宝宝出生两个月时,便开始上班了,为了让宝宝喝纯母乳,从市区大东边的家,到城西近郊的学校七公里的路程,每天我要往往自探起自行车,上下班的气情,是我仅存的段略时间了。 被冰上班,被冰加奶下班,被冰上班,被冰加奶下班,每个上下午的大科兼,都要见粉茶针去宿舍吸奶,装奶,清洗吸奶器。 几个月下来,繁琐的过程和重重的被奶包,并没有压垮我为宝宝准备最优质口粮的意志。 到后来爷爷奶奶觉得奶牛妈妈不在家,家人母乳太晚,还是充奶很方便,于是在二宝半岁时开始母乳和配方奶混合胃养了腐蚀除外,我的被奶生涯历时次各月宣告结束了。 二,作为教师二胎妈的我,生活只剩下一首主打歌,自从生了二宝,我的生活模式,就是一首永远单曲循环播放的歌,一群娃掉两只娃。 七早餐黑上班是合一群牛,七岁的小孩子较量,怎么把课上的有趣些吸引这群熊孩子的注意力,怎么鼓励孩子们把作业写好,都拿几个孩子课堂上有小洞,做了,谁又骂人了,谁课间被高年级学生撞到了,谁家庭作业又没完成。 在学校又处理不完的大大小小的孩子们的事情,和各种表格记录总结,计划板撕心的要上,交,一回到家里,爷爷买了,把二娃交接给我,他们就下班休息,我要抱着二娃给大娃听写生字,管着二娃吃完饭,自己才能吃饭洗碗,娃睡后墙撑着瞌睡给娃洗衣服,脱地,自己洗澡,真的要耳朵树的根。 雷达是的,不要问我孩儿他爹在干啥,他是天生不爱带娃的生物,刚才已经好了,可是就这样的生活,也成了一种奢望,在今年五月份,也就是二宝一岁十个月时,我开始了带娃上班的生活。 三,带着娃上班,四,真正体会到年到中年的上游老,下游小,二宝长这么大,第一次晚上要离开我跟爸爸,姐姐睡。 八个晚上,二宝从哭闹到渐渐适应,我从揪心舍不得到欣慰,这也是对孩子的一次历练吧。 这些,让我真正的体会到上游老下游小的真正含义,也让我更加珍惜和父母,孩子在一起的每一天,我做更好的自己,与时间赛跑,运,累并快乐着。 相信每个二胎妈妈都和我一样,深深体会到当妈的辛苦和不易,但也都明白,孩子是自己想生的,是自己真爱着的,就凭这一点,再苦再累,又有什么? 有了娃娃后的生活剧场,能有效就上演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,也希望爸爸们在养育孩子成长的路上,多多参与进来,用宽厚的胸膛和妈妈一起给孩子,撑起一片最美的天空。 体会二,作为一个二胎全职妈妈,感觉生下二胎最大的感受,就是完全丧失自由。 以前只有老大的时候,我想去哪里,抱着老大就走了,有了小的就完全被捆绑住了,如果没有老公帮忙,就只敢在家附近转转,走得远了,两个孩子真的觉得很累。 这都不是主要的,主要的是上班又变得遥遥无击,看来打算带老大带到他上有儿园我就去上班,结果有了老二,又要要一个三年,没人帮忙的宝妈最无助了。 什么都是自己,不能去上班,家里经济压力一打,老公直接就变了一个人,不尊重我,看不到我为家里做的一切,不允许我乱花钱,嫌弃我除了带孩子什么都不会。 我们夫妻现在很少交流沟通,一说话就是浓浓的火压味,说的真的太好了,他的老婆一定很幸福吧,有一个理解你的丈夫,给你最大的支持和鼓励。 即使在家的孩子,内成狗,那也是甘之如实的,可是大多数男人并不懂这个道理,他们挣几千个工资,也以为自己是大爷,对老婆大呼小叫,各种嫌弃看不起。 如果没有妻子,为你操持家务,帮你生儿育女,你能安心的在外面工作吗? 男人们要求女人既会生孩子,又会带孩子,既能减钱持家,又能赚钱养家,还能对自己百姻百顺。 这样的女人,对不起,她不需要男人,离开男人,她照样可以活成自己的女王。 所以,生了老二之后,我越来越觉得,女人能够独立自主,持会赚钱真的很重要,要享受到别人的尊重,就先让自己经济独立。 除此之外,别勿讨法,你的美貌男人终究会逆,你的青春终究会老去,永远不会背叛女人的,就是自己都理得人民币,自己有钱了,说话也兵器了,想走就走了,不必委屈自己留在不爱的婚姻里。 提会三,我是两个男孩子的妈妈,目前一个三岁,一个五岁吧,有数养育二胎的感触,那可谓没有最深,只有更深,因为和两个孩子一起成长的过程中,可谓充满挑战,也充满欢乐,就像在一路打快升级一样,打包永远在下一站等着你呢,就和大家聊聊这几年,我感触最深的几个场景吧。 二,大宝在半夜大哭,一直独享全家人关爱的大宝,在地底处融入我们生活时,经历了很多挣扎,新生而不分周夜,两三小时就要吃奶,地底出生的头几个月,经常需要半夜外奶,为了照顾大宝的心情,我尊重他的意愿,没有让他移出我们的卧室,而是两个孩子都跟我们睡。 在大床边上一座椅又放了两张小床,弟弟即时半夜醒来,但是大宝有时半夜如果醒来,正巧遇到我在给弟弟喂奶,他就会大哭起来。 但我又不能把吃奶的弟弟放下,只能拍拍大宝,安慰他,却向我甚微,有时候他能哭到把家里另一头的外公外婆都吵醒,跑来安慰他,一直到我给弟弟喂奶,好好抱抱大宝,他才能平静下来。 这样的情况在弟弟出生的头三个月里,大约每个星期都会发生一次,这些在漫漫场夜中大哭,虽然已经很远,却异常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中。 三,大宝逗弟弟笑,经过弟弟出生的头几个月,大宝终于渐渐适应了弟弟的存在,在给弟弟换尿布湿时,他会帮我们丢脏的尿布湿,或者拿新的干净的来,他会趴在弟弟摇篮边上摇摇篮,他会在我们给弟弟洗澡的时候主动给弟弟洗,等等。 时不时地,大宝会用作鬼脸,或者发出什么惯声的方式逗笑弟弟,弟弟来了和哥的笑声,饮料加重,也成为心中忘不掉的美好一幕。 四,弟弟是哥哥的根屁虫,渐渐地,弟弟长大了,会爬了会走了会跑了,他毫无意外地成了哥哥的根屁虫,哥哥玩什么他也玩什么,哥哥怎么调皮他也怎么调皮,哥哥说什么他也说什么。 哥哥哥去哪儿他也要去哪儿,活脱脱就是公西打野的绘本跟屁虫里的场景,这些鹦鹉铁舌得有趣的鹦鹉木木,也是二台生活中,让人感触获胜的,不,哥俩打架,两个孩子们生活在一起,难免会有很多的矛盾,两个精力充沛的小男孩,就更不用说了,三天两头的就会打架。 不过小哥俩打架,常常打完了,没几分钟就和好了,大人还一肚自弃了,他们倒又精密无间地继续玩起来了,这就是手足吧,我们这些独生子女,从来没有体会过的感情。 六,哥俩互相帮忙,虽然时常抢玩具,打嘴仗,但当一致面对大人时,小哥俩经常站在一条战线上,比如我拉着大宝要叫屑的时候,弟弟常常会扑上来抱住我的大腿托住我,甚至抓我咬我,让我不要去大宝。 反之一然,看到哥俩这么团结,往往我的气也消了一半了,以上便是我们家有了二胎三年多来的一些感触颇深的场景。 从很多过来人的经验看,生二胎的头三年是最辛苦的,目前我也感觉,已经饶过了最艰难的时刻,曙光就在眼前,家里有两个孩子,并不是一家一等于二,有时候两个孩子制造的问题,可能要远远大于二,但再来的欢乐也同样不止双倍,这就是所谓的痛病快乐这吧。 提会四,我自己是独生子女,让我的孩子们相互留伴了,在养育他们的这四年,让我感触最深的日子又祸又累,但是越来越好了。 第一年,最抓狂的一年,自己的疲惫,孩子的健康,和婆婆之间的矛盾,各种压力蜂拥而至,幸好玩打还是很给力,超过老婆之后,我们还是冲着美好的生活再努力。 第二年,渐入佳境,我也逐渐走出心里的冰谷,开始开启自己的新阶段,写完老字,而小家伙们开始学会了走路,学会了咿咿咿咿,生活真是充满了欢声笑语。 接下来,开始出现孩子间的教育问题,怎么才能不顾此失彼,怎么处理他们之间的各种冲突和矛盾。 有的时候,我还没自所出该怎么去干预,人家已经握手言和了。 现在,大的七岁,小的四岁,几个小家伙已经开始自己玩耍,不带着我玩了,他们也会相互关心和鼓励。 我想想,当初,让我们生二胎的那个,让他们相互之间有个伴了面头,其实是对的。 感触最深的是,当然有爱有关心,也有亡乱和无助。 现在,二胎家庭都很多了,像我们生得比较早的,那时还是有很多只有一个宝宝的家庭羡慕的。 我自己看着他们,一天天长大,也很幸福。 但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,要应付一个还马马虎虎,但要同时应对两个,尤其在自己很忙,他们又在争吵时,我就会很抓狂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